请问早上好 今儿讲的是向甲第一轮 红方四川队郑维同 四川队是上一季的冠军 当然第一轮前三场比赛成绩不佳 一盘没赢 那么小郑上场了 黑方是经济联队的孟凡瑞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首次参加向甲 14岁胖虎挺可爱 但是奇力可不差 曾经赢过王天一 来咱们开始 第一步小郑现任指路 小胖 足底胖 中炮 补向 红方再上市 让黑方的足底炮失去一些威力 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 出局 挺兵两头蛇 平炮亮举 红方玩个五六炮 黑方上市 这个牌面少侠挺熟悉 因为在去年的碧桂圆杯上 他和王天一下过呀 当时少侠直红 走的是兵九进一 老王呢拐脚马 红方正马 宋卒 失掉 打马 轰了 进去抓兵 这兵也保不住了 那盘呢是个合起 刚才讲了 红方兵九进一 少侠呢就是被赢起来的 他跟老王下棋吧 合了没事 不扣分 但是跟孟凡瑞要是下合了 等级分可不少扣啊 在这强行变招 来个原创 拱一进二 没人走过 小炮呢 正常出此跳马 少侠右马盘和 黑方巡河拱 红方给中炮拆了 调形 对手足三进一 这里有拱了 这种所谓炮不轻发 黑方也并没有去打相 就直接吃的兵 红方补中相 黑方出局 红跳鳖马 黑方马一进三 从这个开局来说 黑方相当满意 而且有点这个反线的趋势了 小正平炮 牵住了 那黑方想将马呀 往中间蹦 当然一走呢 红方必然会打掉黑炮 他被换掉 那么七路马就脱根了 容易被攻击 因此先把三路炮平开 红方炮后藏鞠 要进炮打马得子的棋啊 黑方马三进五 这里要拱也不怕 黑方可以进鞠过河呀 你拱我就吃呗 现场没这样走啊 红方是先冲兵 让黑方的鞠呢 不能放在棋盒 小胖多进一步 红冲兵拱马 黑平鞠捉马 这里双方换掉了 那这小兵不能管了 吃足黑方跳马 子弟更加灵活 还是走别的吧 出动右鞠 小胖呢 吃掉红冰 这个棋多足 优势呢 已经有一些了 那看来少侠这鞠啊 刚开始往前进 现在要往左平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下面他又进了一步鞠 他想跳鞭马 给黑方鞠打死 当时就先躲开了 红方如果跳马 黑方可以进鞠拉住 在这儿啊 还有另一种走法 比较猛 就是冲中足啊 红方跳马 黑方就平鞠 然后接着往下冲足 而红方的马也是上不来 这也是可以走的 当时直接躲鞠 也没啥毛病 红方亮出左鞠 黑退一步 守住足临线 十四岁啊 吓得老练呢 红方马九进鞠 冲足过河 故意的啊 红 进马踩双举 没事 黑方有鞠二平四的棋 少侠给鞠踩掉 胖小呢 小胖 浸泡打鞠 没着急吃 因为红方这马 还被拱着呀 多占点便宜 进马吃足 黑方吃掉红马 红方用老帅拱的炮 这是走的随手了 应该用试来做 直接看实战 拱炮 黑方甩鞠过来 红方再回老帅 这有点浪费部数了 黑方马骑进武 这骑红方鞠双炮 黑方鞠马炮 兵种好 小卓也过河了 优势明显 往下红平炮 秒底相 他有相无非啊 黑 进马过河 连环炮不用管 红方 右鞠左翼 黑方摆鞠到中路 红方来个顿挫 下底将军 不能踩打底相闷死了 落尺 再退鞠 小卓不能动了 黑方打个兵 红方摆炮 要往对手老家扔炸弹 小胖不是 下底呢 没有僵了 红方先走个平炮挡炮 因为黑方这个炮 如果下底就能踩中向了 也是挺厉害 这里退了一步炮 红进炮打中卓 黑将马跳走用炮砍 红下底炮 城市 没有起了 撤退 打马 回到原点 进炮打足 再次跳马 循环了几个回合 红方退居 抓炮 逮马 不想换 红退炮连环 这攻不进去呀 小胖呢 防得也不错 黑方决定调整炮的位置 他退一步 红方没什么好办法 冲兵 挡炮 再弄回来 打兵 这样过去不完了吗 关键你拦不住他呀 用鞠挡不行 有马 非中向了 丢炮 这里又送兵了 吃掉 平兵 落实 平鞠 避开马脚 想进一步 抓足抓炮啊 黑方拽到小足身旁 平炮 冲足过河 进炮打马 黑方平鞠 说你想换就换 反正我这足啊 没不了 那红方又不换了 进炮 想放中间是吧 黑方先跳马 用鞠抓 平鞠看 在这红方有个机会 进炮打足 你躲炮就打鞭足吧 冲中足 那更坏了 红方打马 往哪跳 没有什么点 基本上就得踩势去 当时是这样走的 少侠 摆中炮 这没什么意义啊 小胖进炮 现在打足 那往下一冲 红方平中炮 用鞠抓 往左平用中向砍 平足拱 退炮 打马 跳回来 进鞠顶住 黑方 鞠膝平四 红方 左边多少 有点空虚 兵柜神速 足柜神速 退底炮 架中炮 这起红方真难走啊 他两个鞠 鞠四平六 他这不是为了抓兵来的 是想跳马打鞠啊 管不了 你先躲也是没啥用 红方就进个炮 黑方 跳马打鞠 往前进两步 黑方平过来 捉着炮 踩着鞠 这只能去逮马了 至此红方就丢子了 他躲一步鞠 黑方给炮一砍 下敌有杀棋 出老帅 小炮给中炮踩掉 砍了 对鞠 这个棋 黑方多子 还多两个小卒 已经是天大的优势了 但少侠就不投啊 万一有机会呢 他躲鞠 这么一等 机会来了 黑方又对了一下 这是个随手棋啊 但很可惜 少侠还是没把握住 现在是能够砍炮的 黑方拱鞠 红方采鞠 一吃 众所周知啊 三个小卒 是可以赢摄像拳的 但这把不一样 红方多个兵啊 到关键时刻 可以遮住老将 红方的底下 也是能保得住 这个造型 就是个合起 回到现场 小炮对鞠 随手棋 但少侠也没发现 他又躲鞠了 那这回一点机会没有了 接下来 两个人各走各的 黑方进攻 红方悠闲的吃足 少侠这个心态是真好啊 最后几步 平足 甩鞠 再平 退鞠抓组 一分为二 禁鞠江 电视 退鞠 上市 冰柜 出将 冰柜 最后啊 小胖平鞠叫杀 一招 闭闭 这回彻底解不掉了 要不然还能走 这盘呢 少侠有点轻敌了 希望呢 下一轮能够找回来 好了 请我们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